還有教會中的弟兄姊妹 來參加我母親 她的安息這面的聚會 今天實在是三無天天氣非常的熱 實在是謝謝你們 有了演蕩而來 我的阿姨 我的舅舅 有了甚至從美國趕飛機回來 在此都非常謝謝他們 感謝我的母親啊 活到96歲 許多弟兄姊妹聽到我告訴他們 我覺得也需要告訴他們這個信息 他們都叫我們節哀順戀 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哀 因為他確實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 其實我母親身上很多親朋好友 大概知道地鄉子內都不知道的一個小秘密 因為我早年十五歲的時候 我的生母就生了一場大病過去 我們在那時候 信仰的是 拜國相的信仰 我們全家走投入路 非常快樂我們相信的這位耶穌基督 我跟我們父親同死而救 有一篇的見證叫逃 我們從撒旦不亂的潛世裡面 逃到愛死的國 我們人生從此有一個大的狀況 因為我家做生意 因為我家做生意 生意非常好 而且忙碌 我有一個小的弟子 還有一個妹妹 現在還在這裡 一直在華人照顧 我們給父親 強烈的建議 我們需要一個媽來幫助 我的媽媽就是在這樣的情形 進到我們的家 我們家是個沒有什麼文化的家 我們從噴爐來 過著很簡單的生活 只是生意很好 我們也在遠程去 我媽媽來 我的親戚 因為我們信耶穌 留下一小部分跟我們很親 其他人都說我們輩子 都比我們很辛苦 沒有一個人可以幫忙 我母親到我家 老實講 非常辛苦 Amen 所以呢 我的親戚 常常都在我們門外 偷虧我們的生活 看到我都會問我 說你們家那個女人 從不稱呼我的媽媽 是我們的家人 都說她是那一個女人 很快的稱呼就改變 Amen 這個稱呼也不太好 一直問我們 你這個後母有沒有滅帶你們 然後我直接說 我媽媽都愛我們來不及 Amen 所以很快 這個後母的名稱就改了 就問我們說 你阿姨 從那個女人進步到你阿姨 我的唐姐們今天都在這裡 他們和我們很親 就在家隔壁 他們都可以做這個見 Amen 見證 他們對我媽的稱呼 就不是阿姨 阿姨 非常熱切的親身 我這個媽 她來我家 兩年 她就受盡了 阿姨 成為一個愛主的子女 阿姨 每天暗時候 她的生活本來非常規律 按時 讀經 Amen 我們的朋友也從此改了一番 都是弟兄姊妹來來往往 Amen 所以她又有一個新的稱呼 叫麻雞丸 年長的在這裡都可以做見證 常常來看望她 她也和弟兄姊妹相來往 Amen 我覺得我媽媽 我不敢講什麼豐功偉業 或是她有什麼偉大的地方 但是 她留給我們很多的榜料 Amen 有一次我出外傳福音 這個對象 都是非常有頭腦的 博士後學生 剛好我到的地方 是美國的哈佛大學 我們在那裡 舉行了一場福音的座談會 他們問的問題都非常尖銳 各位 其中有一個 問了一個常問的問題 她說信耶穌有什麼好處 我們今天也要問各位 信耶穌有什麼好處 我是在裡面 從我媽的榜樣裡面 我豪憂有你說 信耶穌可以給別人好處 信耶穌可以給別人好處 他們聽得都嚇一跳 因為我知道我媽媽來到我家以後 是一個無時無時供應好處給別人 我們在這裡 我們阿嬌 她很小 小姐的時候就到我們家來幫忙 我媽媽把她似同像你兒一樣 五十年到現在 我們這做兒子的做媳婦 還沒有她這麼認真 按時候送水果來給我媽媽 阿門 五十年喔 從不見的 我再指也要謝謝 阿嬌 阿嬌 她是一個供應別人好處的 我們的親朋好友 有時候稍有彼此 有一點的糾紛 來找阿嬌姐姐 我是媽媽 是一個和睦的供應者 來的人 就高高興興地回去 不再留有爭婚 感謝主 媽媽常常愛弟兄姊妹 愛教會 阿嬌 不足而一來細說 阿嬌 感謝讚美主 我媽從第一天進到我們家 我們就與母親相稱 阿嬌 我們從來沒有一個什麼阿姨 後母 所以在弟兄姊妹就不知道 我媽媽其實身份非常特別 阿嬌 感謝讚美主 阿嬌 我想今天她安息了 我也幫她這個奧蜜姐 確實 她是值得我們支持 阿嬌 我們愛戴 如今她安息了 在睡夢中 所以請我的親戚 我的阿嬌 不要悲傷 我的阿嬌 跟我的舅舅 跟我媽媽 都是非常的親近 她在的時候 一次常常來看她 雖然他們住在美國 我的舅舅住在香港 但是我們一定要謝謝他們 我們常常的關心 她也是 感謝讚美主 嘞 阿嬌 阿嬌 阿嬌